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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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愛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副昌 今天我们继续来追踪乌克兰的政局发展 俄罗斯的军事动作会不会引发战争 是主要的话题 而土耳其总理涉入的贪污丑闻 会不会因此丢官值得观察 而印度街上竟然出现了花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后我们再来了解穆斯林的祷告习俗 并且看看一个会祷告的机器人相当新奇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乌克兰的政局发展 乌克兰新政府在接掌国家大政之后 就一直忙着清算前朝官员 例如通缉亚努科威奇和军警官员 解散军警警察部队 并且下令废除俄文的官方语文地位 我们认为这些解散精英部队 废除俄语的官方语文地位 都只是在讨好反恶民众 对于稳定政局实在没有太多的帮助 反而会使清热民众更加团结 站出来反对新政府 所以现在的乌克兰 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反政府的世卫抗议 只不过过去是反对清热政府 现在是反对清俄政府罢了 除此之外 这些激烈的清算动作 都极度刺激了俄罗斯 应该小心为妙 我们都看得出来普廷在扶持 亚伦科尔奇的计划失败之后 已经是一肚子气 现在又把俄文在乌克兰的地位降级 这等于是在俄罗斯的伤口上撒盐 普廷内心的不满和气氛 可想而知 而普廷是一位强势领导人 也是一位极端的爱国主义分子 他一心一意想要恢复祖国的光荣 让俄罗斯再度重新登上 世界强国的地位 然而有鉴于乌克兰在地缘政治 和能源战略的价值 使得乌克兰被普廷视为 强国蓝土的重要支柱 所以普廷才要想尽办法 把乌克兰拉到俄罗斯联盟之中 然而在用尽财政手段 例如150亿美元的援助款 和经济手段 例如降低天然气价格之后 普廷只好思索着 动用最后一张王牌 那就是军事手段 他下令西部军区进入战备状态 并且要从28号开始 展开为期四天的军事演习 这些军事动作 让乌克兰的战争气氛迅速升高 而西方国家也丧情发调 积极应付这种棘手的战争形势 北约撂下重话 绝对要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和主权独立 美国政府也隔空喊话 希望俄罗斯能够比照 过去所主张的 不干涉叙利亚的做法 不要干涉乌克兰 这场复杂的动乱 会不会从原先的内部冲突 转变为国际战争 值得观察 用瓦斯喷灯 融掉铁栅栏 拆毁国会殿堂 与民间的樊梨 乌克兰首都基辅 从政治激情中退烧 政府更迭后 民众满心期待 国家能够更清明 欧阳克兰 欧阳克兰 乌克兰 南部的克里米亚 局势风雨飘摇 这里有六成人口说俄语 向来亲近俄罗斯 亲俄的前政府遭推翻 克里米亚广大恶意人士不认同 酝酿脱离新政府 很快就与居住在这里的乌克兰裔 以及达达人产生激烈矛盾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唯一的自治共和国 拥有自己的政府与总理 这里原本属于俄罗斯 1954年才在前苏联总统赫鲁雪夫的主导下 话归乌克兰 克里米亚人口乌克兰裔占四分之一 还有超过一成的达达人 以及过半的俄罗斯裔居民 如今情势紧张 俄罗斯总统普廷要求西部军区进入戒备 动员三军准备从28号起展开四天演习 向乌克兰以及西方国家展现军事实力 俄军装甲车开上克里米亚港市赛凡堡 这里虽然属于乌克兰 却同时也是俄国黑海舰队毛地 战略地位重要 尽管俄罗斯口口声声说 加强战备是为了安全起见 不过看在北约眼里 据很担忧俄国发动军事干涉 我们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正义和立法 我们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正义和建立 恶务族裔关系紧张 让首都地区警察坠坠不安 之前协助前政府镇压示威者的精英警察部队 集体下跪请求民众原谅却不被接受 政府于是下令解散 还紧急将队员送到克里米亚安置 就怕镇报警察遭到报复 不过新政府上台后选择疏远俄罗斯 不仅将俄语从官方语言中剔除 还把亲俄前总统亚努科为奇 列名国际通缉犯 乌克兰推翻前政府后 前景并没有豁然开朗 反而被内忧与潜在的外患所羁绊 乌克兰的紧张气氛 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我们也将会继续为您做深度的追踪与分析 而和乌克兰隔着黑海 遥遥相望的土耳其 最近也不平静 总理艾尔段被爆料贪污 引起全国民众的示威抗议 这会不会使艾尔段总理 因此丢官下台 引起各界的关注 艾尔段的政治人生实在可以用晚节不保来形容 此次十多年来 前半段的成绩相当亮眼 享有好总理的美名 但是到了后期 一些高压统治和伊斯兰化的政治作风 让土耳其民众感到失望 从去年的哲级公园开发案 到前不久的官商勾结贪污案 艾尔段的政治信用已经跌到谷底 现在又爆发出自己可能贪污的丑闻 让艾尔段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 民众的怒气除了表现在FB上 也显示在一波接一波的世卫抗议中 看来艾尔段总理的政治生涯 已经快走到了终点 他所盘算的总统大位 可能会成为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 2月24号 YouTube网路上出现了一个 11分钟的爆炸性录音对话 声称内容是土耳其总理艾尔段父子 商讨转移千万欧元神秘资金 短短三天至少三百万人收听 也引爆了土耳其最新一波抗议风波 去年底土耳其政坛查摊风暴 三名部长下台 这次窃听风暴让艾尔段本人首度深陷 贪腐疑云 也是他掌权11年来面临最严重的危机 网络曝光的这段神秘录音 声称通话日期是去年12月17号 当天正好三名隔约儿子 卷入贪污被捕 艾尔段指责这段录音是未造的 但是有的民众却坚信不移内容的真实性 执政党议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给他加油打气 受到激励的艾尔段 面露喜色跟大家挥手之意 会场外反对派却在街头示威现场 拿出一堆假欧员讽刺他 还坚持要他立刻下台 土耳其从去年五月底 因为一个公元改革案引爆全国虚伪抗议 从此政局持续动荡 艾尔段政府也一再面临考验 今年土耳其将有两场重要选举 三月是地方议会和市长 八月更将举行史上第一次总统直接民选 艾尔段有意参选 土耳其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桥梁 也掐住黑海通往地中海唯一航运命脉 具有重要战略位置 在艾尔段带领下 土耳其走出2008年金融风暴 申请加入欧盟 与西方国家关系密切 从阿拉伯之春以来 更积极介入包括叙利亚内战 埃及动荡等区域和平事务 但是一向支持执政党的葛兰运动分子 却认为过于冒进 加上双方在库德族问题上意见分歧 盟友变成仇人 如今艾尔段政权风雨飘摇 虽然发生土耳其之春的可能性不高 但艾尔段是否能当选 也牵动着国际局势发展 艾尔段总理能不能度过这次贪污风暴 保住官位 值得我们继续进一步观察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讨 印度花报商品事件 在印度常常会看到 牛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这是因为信仰的关系 使得这些圣牛可以享受特殊待遇 受到无比的尊崇 但是在街上看到花报 倒是比较少见 最近在新德里附近的一个城镇 出现了一只花报 伤了六个人 让民众惊慌不已 警察来了 还费了一番功夫 才将它抓住 而为什么花报会出现在市区之中 动物保护团体认为 就是因为都市化的关系 使得人类的居住和活动范围 不断在向郊区扩张 因此占据了花报等野生动物的提取空间 才会出现这种花报上街的特殊景观 摩托车的喇叭声不绝于耳 印度北部城市密拉特市街头上挤满了围观的人群 印度街头发生花报四处游荡的事件 民众先是在一家营区医院 发现了花报的踪击 于是紧急通报相关单位围捕 大批军警持枪冲入医院 花报和围捕人员一度隔着纱窗对峙 最后花报突破了水泥气城的镂空墙面 就在所有人的面前上演破墙而出的戏码 机灵敏捷的花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过追捕 然后从医院跑进市区一家戏院 再游荡到住宅区和商场 一度与大批手持木棒的民众在工地现场面对面 摄影镜头为了捕捉到花报的行踪 不时出现急促摇晃的行形 不过就在那短短一秒之内 花报就入境了 摄影师拉起裤脚 让大家看到他小腿上长长的抓痕 花报在一路逃脱的过程 总共让六名人员受伤 从发现花报 花报攻击人到完成围捕的任务 总共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完成 全身上下的毛皮布满了 有如钱币一样的原型斑点 因此花报又名金钱豹 人类为了谋取豹皮牟利 因此2011年根据普查的结果 全印度只剩下1150头花报 事实上在印度 因为城市的发展 让豹群位于森林的七地受到破坏 猛兽与人类的接触从此展开 不过花报攻击人的事件从来没有停过 从2013年12月开始 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发生花报攻击小孩 造成两名幼童丧生的惨剧 同样是因为城市的发展 造成七地缩小 在印度豪满伪患的问题 也让首都新德里的居民怨声连连 新德里市政府从2007年开始 用陷阱又捕到了一万三千只猴子 但是新德里的猴子数量 还继续在成长当中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在印度教的信仰当中 有崇拜猴神哈鲁曼的传统 特别要信徒在每个星期二 和星期六喂食猴子 我们说这些猴子很厉害 有些人说我们应该把猴子 我们认为猴子应该把自己的空间 他们会碰到人 至少百万人都被猴子 每天都被猴子 猴满伪患的问题 在印度的解决办法之一 是去找出猴子的天敌 黑面长尾叶猴来对付他们 而负责六常委叶猴的人 每个月还可以赚到将近台币五千元的外快 不过最根本的办法 还是要去正视城市发展 严重影响到生物欺利的问题 花豹走上街头相当新奇 而机器人会祷告也是很特别的事 我们都知道很多宗教都有祷告的仪式 其中包括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第二大宗教 全球大约有十三亿九千多万人信仰伊斯兰教 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我们称之为穆斯林 而伊斯兰教又分为什叶派和迅宁派 就信仲的苏母母而言 有将近九成的穆斯林属于迅宁派 而什叶派穆斯林 大约只占全球穆斯林的10%到15% 而其中有将近半数都集中在伊朗 由此可见伊朗是什叶派的大本营 而这两个教派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宗教领袖的选拔方式不同 什叶派认为 宗教领袖应该是由和先知穆罕默德 由血缘关系的亲属世袭担任 而不是随意从一些教之身 教有名望的人来担任 而迅宁派则不主张这种血缘关系的说法 除此之外 在祷告次数上 两个教派也有不同的主张 什叶派穆斯林 每天要向麦家祷告三次 而迅宁派穆斯林则要祷告五次 对于穆斯林小朋友来说 祷告是他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事 并没有什么新奇的 但是最近伊朗有一位小学老师 在课堂上展示了一只会祷告的机器人 小朋友看到机器人 有模有样的祷告动作 都感到相当惊奇 南韩出品的机器人DIY产品 Robot Bioloid 内服各种机器人零件 玩家可以随意组合成各种样式 再配合城市语言 机器人就可以随你高兴地摆动 机器人双膝一跪 弯腰手着地后身体开始前进 想不到吧 创意机器人居然被突发奇想 结合传统与现代科技 变成伊斯兰祈祷教材 27岁的制造者瑞萨耶 是学校老师 在伊朗瓦拉米的学校任教 她教的科目是硬邦邦的可兰金 为了用更有趣的方法 教小朋友如何完成 实业派的祈祷仪式 所以动手完成这个示范机器人 小女生们全神贯注 怕一个不留神就错过什么有趣的 机器人配上儿童朗诵可兰金的录音 也帮助小朋友记住经文内容 而到另一间教室 小男生们也一样疯狂 伊朗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主 祈祷方式与占大多数人口的虚拟派不太一样 除了跪拜与祈祷词有些微差异之外 一般来说虚拟派穆斯林一天要祈祷五次 而什叶派则将五次合并成早中晚三次 这个具有宗教教育意义的机器人 已经受到伊朗国内专门推广新世代宗教教育组织的注意 其实伊朗近十多年来 大力发展机器人与人工智慧的技术 全民风心科技也早就见惯不怪 但是关于移民火星 现在已经收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宗教领袖 明年禁止 先前荷兰非营利组织提出的火星一号移民计划 预计2025年把人类送上火星 目前广州有兴趣的民众参与 并计划将筛定人选过程 做成电视实境秀 不过宗教领袖认为 这项计划缺乏回程的准备 一去无回等同是自杀 但在伊斯兰教义中 自杀是严重的行为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牺牲生命 来世会受到严厉惩罚 所以禁止所有穆斯林参加活动 并且呼吁主办单位三思 不要残害生命 这场活动估计有20万人报名 其中有500人是穆斯林 现在他们恐怕无缘上火星了 不过科技与传统的关系 本来就需要磨合 才能以增进福祉为终极目标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